港鐵要求員工年底前打新型肺炎疫苗 否則要定期檢測 港鐵說會分階段要求員工在限期之前完成接種疫苗 首階段涵蓋要定期接觸乘客、顧客和承辦商的息源 有關員工人數佔整體過半 限期之前未完成接種的員工 要定期每兩個星期在工作時間之外自費做病毒檢測 港鐵說會因應員工的健康狀況 向不可打疫苗的員工提供檢測之助